紅黑 紅黑 紅紅黑 紅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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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先發登板一開始好像有一點緊張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當事的心情 因為可能有一陣子沒有比賽 所以一剛開始上場的節奏 打著在周旋的球 有一點不是那麼順暢 而且自己有時候還會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舉腳 就是投球 就是比賽的感覺還沒有出來 那這幾場熱身賽投下來 有覺得自己需要再加強哪個部分嗎 感覺還是自己丟球的續航力 跟邊邊角角的球還不夠刁鑽 都跑到中間位置 還有一些內角球 內角球攻擊的時候 沒有那麼到位 熱身賽前幾場都有上來中繼 那今天表現最穩定 也順利拿下勝投 自己覺得怎麼樣 就覺得自己在比賽的時候已經有些準備 對 因為前面幾場可能之前休息 然後現在開始有熱身賽開始進入狀況 所以我覺得現在感覺可以把練習的東西拿到比賽上 我覺得是很 今年其實是你打職棒的第三年了 那有幫自己設定什麼樣的目標要在今年達成嗎 其實前兩年我就覺得沒有什麼成績 所以我覺得我會比較 想法會以比較負面的想法來想 就是把今年當作最後一年再去打片 然後把自己設定目標就是希望能夠打完整季 對 就這樣 熱身賽開打以來幾乎你常常都有安打的表現 那今天還打了一隻全球打 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的技巧 因為熱身賽才剛開始打了大概四五場 那雖然帳面上的成績就是還OK 但是其實熱身賽並不是看一些帳面上的成績 就是還是主要是看調整的狀況怎麼樣 那自己目前的狀況就是感覺 球感還沒到達就是自己理想的目標 但是身體經過去日本學習一些練習回來 再繼續持續的狀況就是有感覺 在身體力量的上面就是還蠻飽滿的 然後還在持續繼續努力當中 那其實在我們自主訓練那個結果 是你發起去日本自主訓練這個行程 當時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看到就是像林木一郎還有上元浩志 這些日本東方人的選手 來到了就是年紀偏高的狀況下 我看他們的表現就是還能夠在大聯盟的那種強度上 就是有那樣子的身體的表現 那就是一個很好奇就是問伊瑟歐教練 說他們是有什麼特殊的練習方法嗎 那伊瑟歐教練才跟我講說 就是他們早在日本的時候就已經有接觸 我們這次去的那個訓練中心的那種特殊的東西 所以引發了我一個好奇心 然後就是想要問他 然後剛好遇到今年就是總教練就是說 開放大家自主訓練嘛 所以才跟在去年寂寞還沒結束的時候 就跟伊瑟歐教練就是有要求說 那要不要我們來安排看看 有沒有辦法去到那邊訓練 那經過安排之後就是如期的成型 對啊 是從這樣子開始 喔嘿 喔嘿 喔喔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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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熱情抓住全世界